媽祖慈悲大家好 歡迎大家進入媽祖網路大學堂 大家來學習三一向命譜五四的一些知識 顧問在分享三道 三道就是先道透過宗教信仰來改變我們的命運 今天顧問要分享我們來學習天上是母經朝天公版 始於四法界的一個經典 我們可以實用而且做出來馬上可以去做 馬上可以印證得到這種結果 我們知道我們義德媽祖同修會 最主要是來幫助大家親近媽祖 來認識媽祖 然後學習媽祖 成為媽祖 首先當然我們同修會要教導大家最快 最有效 最實際 最基本 最根本的一個方法 那就是 宗讀天上是母經朝天公版 來演讀來信解行政這一部天上是母經 那今天要分享媽祖 我們要認識媽祖 就要了解媽祖是怎麼樣修行 從一個平緩的人可以以化成仙 他是怎麼樣學習的 在修行這條路上 他是怎麼學習的 我們從經典就讀到了 那實際上是相式被告 他喜歡ína 經典魂香 姓uito就柯 Помauer era 然後草原 Él� 又是混在胸內 那泡頭小來不 Boston 好奇蹟 黃大 tails 誰在來不可能 這個稱字 他們不可能 誰在來不可能 信通觀音就有信通一個佛 然後接下來 誦經禮佛虔誠 信通觀音他就會讀觀音的經典 他的佛 佛就是經典 所以誦讀經典 誦經 然後禮佛會拜拜 拜拜的禮佛就是懺悔 跪拜 所以我們就知道了 媽祖的修行是信通觀音 把環境打掃好 然後信通觀音 然後誦經禮佛虔誠 就像我們這樣 每天去媽祖廟拜拜 或者家裡有婚聯媽祖 在佛堂就會拜拜 像顧每天上班就是拜媽祖 因為公司有媽祖 義德媽祖 所以上班下班一定會拜 在誦經禮佛 就是只要讀經 經教 虔誠 這個心非常的虔誠 不惡心 所以他信通觀音 成就是內外一致 對 很虔誠的 皈依觀音 皈依觀音的佛 然後再來呢 一段時間以後 他長大了 十三歲的時候 就開始有老師來教他了 教他神門密法 神門密法 就道教來講 就是武士命理 這些陰陽 這些五行 天干地支 易經 這神門密法 這不傳的 可是反正我們都知道 占用超出人的力量 那些武士的東西 包括 經教裡面的東西 三 宗教信仰的 衣血方面的 那衣血也是五行 陰陽五行 天干地支的 都被用到 然後也相命僕 都有 那是血 他的像是 掌藝名師 就有生了 所以我們都知道 媽子的修行 就是先皈依三寶 那皈依觀音 讀觀音的經典話 然後掌藝名師 就有老師來教導他 觀音會化身 看媽祖需要什麼 他就來指導他 化身在別人身上 來教他 他殷勤勤修 就很努力的去學習 那物資要點 就把一些經典的 經讀法童 世法界的經典 禮法界的經典 禮法界的經典 禮世無愛法界的經典 還有世世無愛的法界的經典 他都把它 重點都悟到了 物資要點 所以我們媽祖信仰 包羅望向 我們儒師到錢包 道家的道書我們也學 儒家的倫理我們也學 儒家的倫理我們也學 那易經也學習 對不對 那佛家更多了 華華經華華恩經 心經 像媽祖教顧問要分享清淨經 道家也有 所以我們媽祖信仰 這物資要點都歇息 然後歸井得虎 他學那麼多 那歸井得虎 就連爬到井裡面去了 他發現那個虎路 那就會畫虎了 他就有大神通了 就有神通力了 所以我們廟裡面 為什麼有椒阿虎 他就因為他的意念 畫在這個虎上 就產生力量了 他的心 心念 心念感應 那個念力 他可以改變環境 他得到五言六通了 大神通力 那歸井得虎 是這樣解釋的 這井是很深 當你讀經典 什麼經典 四個法界的經典都讀了 物資要點 然後呢 你就深入這個經典當中 你心就像爬到井裡面 就靜了 當我們爬到井裡面 就沒有聲音了 突然看到那個水面 就一照 就看到自己了 就水夜了 在宗教裡面談水夜 在水中看到這個熱量了 就明心了 見性了 所以很清淨 在井裡面 我們深入下去 研究 心很清淨了 明心如敬 對 他都成活了 明心見性了 他看到自己了 所以他就會化福 心能轉靜了 他是活了 聖界了 不是環臉的 他最明心地 反而是心再建設 是心能轉靜 他既有大神通力了 他就有大神通力了 在修行上面 它就是歸一三寶 信奉觀音 就信奉一個神火 開始學它的華 它的經典 然後深入了物資要點以後 它就掌意名師 老師的指導 然後就很深入的探討 有一天它就明心見性的 它的心就可以轉靜的 它的念力可以改變環境 心能轉靜 就大神通力 開悟成侯 破米成物 開悟成侯 它就這樣修行的 所以我們讀到這個經文 我們就知道我們來拜媽祖 來親近媽祖 將來要學習媽祖 就要先內視媽祖 知道經典在講什麼 然後要送經禮佛 所以我們要去接近佛 親近佛 親近媽祖 來拜媽祖 然後要送經 要很虔誠 一定要讀天上聖母經 你的法界性 你的法界性 法性的自然力才會提升 宗教信仰改變命運的力量 就是法性的自然力 就是法界性你才能提升 然後因為你讀經送經 然後去諷詞 知善 任何的善 眾善諷行 所有的善我們都會去做 知惡莫做 所有的惡我們都不會做 因為我們相信因果 因為經典就這樣教我們 所以我們開始行善 積德積功 所以我們祝我努力的功德力增加了 那念經 送經禮佛來親近媽祖 讀媽祖天上聖母經 我們跟媽祖就相應了 媽祖就會加持我們 在經典上也有講 你只要諷詞天上聖母經 轉送 傳送交給人 你的功德無量了 然後你簽送天上聖母經 你有十五種福報 這媽祖會加持那個福報給你 讓你的法界性提升 你具有媽祖的慈悲心 菩薩心 觀音的菩薩心你也具備了 所以你具備了 改變命運的宗教信仰 三種力量你通通有 蘇智治文的高層 千石 入聖母经 然後掌域明師 就是我們要 規諾一個老師 那個老師會指導我們 我們傳祕法給我們 很快的方法 可以改變我們的命運 我們遇到困難 老師都會教我們方法 從經典上面 依法 就依經典 那個老師是紅這個法的老師 一定要依法 經典上面有講教你如何去解 所以學經典裡面很多的奧妙 很多的密法在裡面 所以老師會教給你 你有問題就問老師 那個老師是紅媽子的 紅天上聖母經的老師 你一定要皈依三寶 所以天上聖母經也告訴我們 我們要學習媽子 成為媽子 你一定要皈依三寶 要信一個佛 一個菩薩 然後讀他的經 學他的法 然後跟隨老師 醫生來學習 這是所謂三規一 所以顧問團長在幫年解惑的時候 趕快修三規一 因為你沒有修三規一 你就不知道方法 三一像命譜 你就沒有辦法利用三這個方法來改變命運 那你讀天上聖母經就會知道方法如何 一道事情如何去解決 因為它是釋法界 馬上可以做 而馬上可以證實有效 所以天上聖母經是我們必讀的媽祖信徒 皈依媽祖三寶必讀的經典 而且從頭到尾都教我們如何去做 那今天呢 顧問先分享 天上聖母經教我們 歸一三寶 信後媽祖 歸一三課 增長יו 將來一定要找到 當你長大了實際到成熟了 一定要遇到名師 媽祖會安排名師來指導你 教你傳送密法給你 你要殷勤參修 很努力地去學 然後物諸要點不是讀這一篇經典而已 物諸要點 釋法界的經典都有去學過 你就哪一天就可以歸井德虎 深入的探討 突然間明心見性 看到那個井裡面的水 面會那麼靈靜 明心見性 你開悟了 就像農民 千層的把他的一個龍珠送給佛陀轉身就成活了 那個龍珠就是他的真心 他的真心 你千層的信仰媽祖 皈依媽祖 供養媽祖三保 然後千頌 天上是母親 你自然有一天像農女一樣 就頓悟成活 以上是顧問今天向各位分享的 媽祖修行的方法 他就是這樣修行的 所以我們更學媽祖的腳步也這樣做 每天念媽祖 寫媽祖的法 依媽祖的身 所以我們的同修們 每天都會拜一德媽祖 有一德媽祖的相片 神像 清啟莫相 來拜媽祖 每天誦讀天上是母經 寫法 然後醫生就來看我們同修會的影片 每天都有新的影片可以看 來寫善知識 有問題就來請教同修 我們同修會的官網上面討論期來問 那大家一起來討論 那顧問也會來回答你 依這個身很自然你掌意名思 然後殷勤參修 這本天上是母經 哪一天你就開始寫清淨經 心經 法華經 物資要點 然後生日的去探討媽祖的信仰 媽祖的精神 有一天歸井得虎 生日探討就明心見心了 像農女一樣 一轉身就成虎 因為他現吃的真心 成虎 佛陀 我們成虎 媽祖三寶 活化身 這是這部經典 各位要分享給各位的 以上感恩大家 謝謝大家 媽祖慈悲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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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